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咱们聊点刺激的 聊聊咱老百姓最关心的钱袋子问题 这部央行爸爸前两天又发大招了 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金融数据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莫过于咱们国家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了 476.49万亿人民币 您没听错,10万亿 这数字,看得BOSS我眼花缭乱 差点以为自己穿越到未来世纪了 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 让我们来做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把这476.49万亿人民币换成一元纸币 然后首尾相连 可以绕地球赤道约1180圈 或者如果把这些钱堆成一座大楼 假设每张一元纸币厚度为0.1毫米 那这座钞票大楼的高度将达到47649公里 相当于地球半径的7.5倍 这样的数字确实令人瞠目结舌 按照某些专家的说法 这数据一出 妥妥地证明了中国经济 稳中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他们还会搬出一堆高大上的理论 什么 金融深化 结构优化 高质量发展 听的人云里雾里 反正就是一句话 厉害了 我的国 这些专家们可能会这样解读 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持续增长 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壮大和发展 这意味着金融机构有更多的资金 可以投入到实体经济中 支持企业发展 促进经济增长 他们可能会说 这是我国经济任性和潜力的体现 显示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 但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 不能光听专家 忽悠 被自己会散战 476万亿 看着吓人 但背后隐藏的问题 那可就多了去了 首先 咱们得搞清楚 这476万亿 都到哪去了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来看 银行业依然是金融机构中的老大哥 总资产高达408.6万亿 占了整个金融机构总资产的85%以上 剩下的才是证券 保险 信托等等 这种资产结构 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 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 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这意味着 大部分企业和个人 仍然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 而不是通过股票 债券等渠道 直接从市场上融资 这种结构 可能会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不高 也可能增加系统净风险 可是银行有钱 就代表咱们老百姓手里有钱吗 当然不是 看看咱们身边 多少年轻人背着房贷 车贷喘不过气 多少小微企业嗷嗷待补 却待不到款 银行的钱 大多都流向了那些 骨子头的大企业 或者被地方政府拿去搞激进了 真正能汇集民生的 少之又少 根据央行的数据 2024年一季度末 人民币存款余额为259.94万亿元 同比增长9.9% 看似不少 但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 实际增长率可能并不高 而且这些存款并不是平均分配的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今年系数长期在0.4以上 说明贫富差距仍然显著 另一方面 2024年一季度末 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42.37万亿元 同比增长11.5% 这些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 流向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央行的数据 一季度末 房地产贷款余额为54.98万亿元 占各项贷款余额的22.7% 这意味着银行的大量资金都被锁在了房地产领域 而不是用于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 虽然央行数据显示 2024年一季度末 普惠小微贷款约额达到26.37万亿元 同比增长24.7% 但相对于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来说 这个数字仍然不够 很多小微企业仍然面临着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其次 咱们还得看看 这476万亿是怎么来的 数据显示 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0.2万亿元 同比多增2.27万亿元 好家伙 放水的力度 比想象中还要猛啊 这就好比一个人 明明身体已经很虚弱了 却还在不停地打激素 吃不要 短期内或许能让人看起来 容光焕发 但长期下去呢 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大规模的信贷投放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 但也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 过度的信贷扩张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虽然目前我国的CPI增速还比较温和 2024年一季度CPI同比上涨0.7% 但PPI已经开始出现上涨趋势 2024年一季度 PPI同比上涨2.1% 这意味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可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品价格 最终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 其次 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可能会加剧资产泡沫 我们已经看到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后 又开始出现局部过热的迹象 一些热点城市的房价再次开始上涨 这无疑会加重年轻人的购房压力 更重要的是 这种依赖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的模式 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的增长潜力 它可能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 阻碍经济的转型升级 更可怕的是这476万亿 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隐患 近年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坏账率不断攀升 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更是像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引爆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5.3万亿元 这个数字本身已经很惊人了 但更令人担忧的是 这还不包括那些隐性债务 一些研究机构估计 如果把隐性债务也算上 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 可能高达70万亿元 甚至更多 这些债务的来源 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 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虽然这种做法在短期内能够刺激经济增长 但长期来看 却可能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首先 这些债务的偿还压力巨大 根据一些专家的测算 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率 债务余额与GDP的比值 已经超过了100% 远高于国际通行的60%紧接线 这意味着 这些地方政府可能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其次 这些债务大多用于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项目 如道路 桥梁等基础设施 这些项目虽然能改善民生 但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高 长期来看 这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糟糕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偿还到期债务 不得不通过发行新债来弃新环境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风险不断累积 476万亿的背后 是虚高的资产泡沫 是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 是越来越脆弱的金融体系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问题 资产泡沫问题 尽管政府一再强调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氛围依然浓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4年一季度 70个大中城市中 有53个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 一些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幅更是惊人 深圳 上海 北京等的部分区域房价 同比涨幅超过20% 这种快速上涨的房价 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严重脱节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8755元 同比民意增长6.8% 而同期 许多城市的房价涨幅 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 这意味着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买房的难度越来越大 不仅是房地产市场 股市也存在泡沫化的风险 2024年一季度 一股市场出现了一波强劲的上涨 上证指数一度突破4000点 然而这种上涨 是否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 还值得商趣 很多上市公司的业绩 并不支持如此高的股价 这可能意味着市场存在投机泡沫 债务规模膨胀问题 除了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企业部门的债务也同样令人担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 截至2023年底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 占GDP的比重高达158% 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这么高的企业债务率 意味着企业的财务负担很重 抗风险能力较弱 一旦经济出现波动 很多企业可能会陷入财务困境 甚至破产 这不仅会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 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金融体系脆弱性 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引资银行问题 虽然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大了对引资银行的整治力度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根据一些研究机构的估计 我国引资银行的规模仍然在40万亿元左右 这些引资银行业务因为缺乏有效监管 风险较高 一旦出现问题 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其次是银行业的资产质量问题 虽然官方数据显示 2024年一季度目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62% 看起来并不高 但这个数字可能低估了实际的风险 一些研究机构认为 如果按照更严格的国际标准来计算 我国银行业的实际不良贷款率 可能在5%到10之间 再次是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风险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发展迅速 各种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 这些创新虽然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 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比如一些网络借贷平台PRP的爆雷事件 就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 也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最后是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跨境资金流动也变得更加频繁 这虽然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但也增加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 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我国金融市场也可能受到冲击 当然BOSS我也不是说 咱们的金融体系要完蛋了 但这476万亿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中国经济的种种问题 实体经济空心化 资金空赚 炒房炒股成风 实体经济却得不到有效支持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从近年来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低迷就可见一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只有6.2% 远低于固定资产投资3.3%的整体增速 相比之下 房地产开发投资虽然出现了 百分之负9.6%的负增长 但考虑到基数较高 其规模仍然十分可观 更值得关注的是 很多优质的民营企业因为融资困难 不得不让渡 股权给国有资本 这种国际民退的趋势 可能会影响市场的活力和创新动力 地方债务高企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 盲目举债搞基建 最终只会债台高筑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了 但值得补充的是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 更是一个关乎经济结构 和发展模式的深层次问题 长期以来 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和举债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种模式在短期内 可能会带来GDP的快速增长 但长期来看却难以持续 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土地出让收入增长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 大量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较低 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 更糟糕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GDP增长目标 甚至不惜通过各种创新方式来隐藏债务 比如通过设立各种政府投资平台公司来变相取债 或者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来转移债务 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债务风险 还扭曲了市场机制 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金融监管缺位 金融创新层出不穷 但监管却跟不上 导致风险不断累积 近年来 我国金融创新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移动支付 网上银行 数字货币等新兴金融技术和业务模式 极大的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 但与此同时 监管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以PRP网贷为例 在监管缺位的情况下 PRP行业曾经出现过爆发式增长 平台数量一度超过5000家 然而 随着风险的暴露 大量平台倒闭 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损失 直到2019年底 监管部门才开始全面清退 PRP网贷业务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 金融创新如果缺乏有效监管 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 再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金融科技巨头问题 这些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和海量用户 快速进入支付 借贷 理财等金融领域 在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比如数据垄断 不当使用用户信息 监管套利等问题 监管部门直到最近才开始加强对这些企业的监管 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如反垄断指南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等 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金融液态 如虚拟货币 区块链金融等 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这些新兴液态往往跨越传统的监管边界 需要监管部门建立新的监管框架和方法 总而言之 476万亿的盛世繁华背后 隐藏着巨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不仅仅是数字上的 更是结构性的 系统性的 它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 内需不足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 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8.9% 虽然有所提高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这种结构性问题 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受到影响 其次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 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 仍然存在短板 比如高端芯片 工业软件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等领域 我国仍然高度依赖进口 这不仅影响了产业链的安全 也制约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再次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但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 虽然比2022年的0.468有所下降 但仍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这种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 不仅影响社会公平 也制约了消费需求的释放 最后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18.7 人口老龄化不仅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还会影响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潜力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大家怎么看待中国2024年一季杜默金融业机构总资产数据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